刷刷刷疫情趋缓后 台湾人开启报复性旅游 推升六月国人刷卡金额 首度突破5000亿元大关 始终又以中信银 1218亿最为猛烈 连接前六月更以刷破两兆 再创新高 前年刷卡额更有望 冲上4兆元大关 早安要快登记 暑假旅游忘记 民众风出国 使用信用卡可是大有学问 五月都已经出国过 就是去日本 新展的 因为它有极历层 如果还有跟很多日本的商店合作 就更会用哪一张卡 3%以上大概是基本 有的民众在意历层回馈 有人则是看准海外消费 上市联邦银行集合卡 哈尔族就能无脑刷 而台湾富邦J卡 除了日本回馈最高上看6% 还在加码 中国信托LiPi卡 无论去日韩还是泰国新加坡 最高都能享有5%回馈 另外联邦银行幸福M卡 抢当旅游消费神卡 订机票 订房也能大赚优惠 甚至第一银行i6卡 最高还有机会上看11%超高优惠 5%左右就其实就蛮吸引我会去办的 不限任何海外通路的话 我最推荐一张就是台北富邦的Costco雷兵卡 它只要有登陆到的话 就直接海外5%回馈 有一些银行它所提供的高回馈 其实指的是要额外登陆才能够拿到的 如果你没有登陆到的话 你可能就是只有基本的1% 正值暑假旅游旺季 各家银行看准海外刷卡商机 即高回馈强当海外消费神卡 三圣市公文刘福茨台北报道